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老闆在韓戰後期的時候 他打電話給我 我有一套文藝片很適合你 引我去聊天 他便告訴我 我想拍門坊 老闆你今天打來很難推過布 為什麼 因為今天是12月30日 那天是阿姐奏的人 他便問是嗎 我便聽聽他想做一個什麼電影 從小到大成長過程中 我們不斷有這堆巨星的身影 在伴奏著我們成像 對於我們來說 這是廣東歌文化的高峰 梅艷芳是一個這樣的 icon 我用三個月做故事大綱 然後才用一年時間約不同的人去做訪問 延遇劇本之後 第二個要面對問題就是 誰是梅艷芳 影響究竟開不開整個故事 我們找不到這個演員 我們不能開 當日老闆問我 有什麼想法 我便提議在開拍攝 老闆就安排了攝影師 Sami幫忙 Sami已經做了 九個月到一年的時間 去找去試 最後其實有幾位入圍者 我們都選不下 我們試試一個 Full Dress Rehearsal 試的一樣 我們上半場會拍攝Steel 下半場會試一場戲 Hello 大家好 我是Louise 黃丹尼 有一天 突然間我Facebook inbox 就收到一個短訊 就問我去Casting 其實我一直都是用一個 我很努力做陪跑的心態 Louise在這一方面 因為她本身是一個模特兒 她應付得非常好 接著我們有一場 Full Dress Rehearsal 其實就是《夕陽之歌》最明 然後唱歌的時候 咦 我覺得好像是你的樂部 然後我回頭看回服裝部同事 每個人都在哭著 而他們居然很快走出來 她是妹 她是妹 然後導演你選另一個 我們就不做了 就說大家一起去走 不是我滾雪了算 現在是大家 這麼多的同事 一起覺得是你是 我們選了Louise之後 定了神下來 我就跟製片部同事說 帶Louise去拜拜妹姐 我覺得要尊重 要尊重妹姐 我們拍轉機了 我們選了她 她 本身我自己是一個 沒什麼自信心的人 但是自從我學了 演技課 唱歌課 跳舞課 其實反而令到我自己 自信心加強了 一路看著她 由靈 不懂得轉圈 到懂得轉圈 一路走來 其實是有很多 她付出了很多 今天第一天 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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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十幾天熱 十四天 劇組很好 讓我放鬆一下 第一天開鏡 Louise一點協場都沒有 喂 是有光芒的人 我們一直以來的擔心 可能是可以暫時放下 我們都說要多謝妹姐 我們都說她有份選 總之待會 記住一樣東西就可以了 什麼 十三